视频开始之前,我们先说上次的问题。 林丹有一部分正手底线步伐是先动飞驰拍角的。 李宗伟这里底线还是交叉步移动。 这里就可以发现问题了。 如果说刚刚林丹先动飞驰拍角是因为比较主动的话,那么这里林丹依然是先动飞驰拍角,这里就说明了林丹强大的下肢力量和稳定性。 继续回到这个多拍回合。 林丹这里也是交叉步移动,但是后场非常到位,李宗伟预判错误但是依然强行进攻。 这里李宗伟的勾对角,我怎么觉得略显多余。 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李宗伟的前一拍是勾对角,这是主动球,然后被林丹上来推了一个正手底线,但是此时的李宗伟依然还是交叉步后退。 这就说明了李宗伟的后场移动肯定是存在提升空间的,被动情况下,交叉步移动没问题。 但是没有那么被动的情况下,李宗伟还是交叉步移动。 其实这里李宗伟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把右脚先放前面了,换句话说,他只能先动右脚,交叉步移动。 这里非常明显的看到,陈金的站位也是右脚。 但是他就可以做到不转身,直接移动飞驰拍脚后退的。 但是李宗伟就没有这么退,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选择的问题,或许李宗伟会,但是他不这么做。 我们吃这个东西。 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细节,林丹先把持拍角往前拿了一点,这个不能算是先动持拍角,这个属于一个启动,一个调整步伐,因此林丹的这个后场移动步伐仍然是属于先移动非持拍角。 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上期的视频我没有说。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其实挺有意思的 李宗盛之所以会判断出错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步伐的问题 李宗盛先把飞驰拍角移动 但是不是像林丹和陈金的那种 林丹和陈金是把飞驰拍角移动到驰拍角后面会有一个交叉 但是李宗伟是没有的 所以李宗伟的这个先移动飞驰拍角和林丹陈金的那个动作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能只看表面的先移动哪个角来判断 所以刚刚李宗伟只是一个调整的步伐 所以李宗伟开始转体把右脚迈出去 最后发现这个球他依然不太能够到 就算是能够到 击球点也特别低 加上一些侥幸心理 比较累等等其他因素 结果就误判 中文 QUESTION 再看这里,李宗伟有一个表面看起来飞驰拍脚先动的 李宗伟先启动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先动了左脚 实际上是李宗伟这个球没有预判到 正常应该是移动右脚转体的 但是李宗伟这个一个左脚往前拿 也就是相当于做好转体的姿态 和林丹这里一样就是一个调整的步伐 使得身体成为一个转体的姿态 只不过是因为预判的问题 把飞驰拍脚往前拿 因为正常情况是驰拍脚往后拿的 但是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和陈金所说的第二种步伐是有本质区别的 然后再看这种的披杀 李宗伟的步伐就确实是陈金所说的第二种后退步伐了 但是这怎么能一样呢 这是属于突击 是预判范围之内的 当然要一步到位 不一步到位 怎么突击 怎么会有突然性 所以举了这么多的例子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这里面的本质区别了 而且林丹的第二种步伐比比皆是 但是我没有找到过李宗伟的这种步伐 我们先从步伐开始 步伐给大家介绍两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从往前里出来之后 然后回动了 这种怕对方一个快速的推荐法 这种呢 第一步是右脚向后蹬转做调整 然后就是后交叉 然后第三步是灯跨 把灯跨去求 大家注意的是左脚 左脚后交叉之后 你第三步不能只是跨步 跨步的距离是不够的 因为有时候球部要伸得比较远的时候 你后交叉之后 左脚有一个 然后最后再踏步 将它距离会远一些 这个是一个重点的系统 两个步伐的话 就会推 一二 踏 那还有种方法呢 就是比较高水平了 或者转一队 那一般比如说 回动之后 这车座趴就突然怎么办呢 我直接一个启动之后 直接是左脚向后交叉 然后靠最后一步 啪 蹬地 然后去跨步击球 我直接一个启动中 然后直接是左脚向后交叉 然后靠最后一步 啪 蹬地 然后去跨步击球 这个是高水平用的比较多的 我一般都会这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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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找到李宗伟的这种后退步伐 我一定一定发个视频来给李宗伟道歉